歡迎大家 今天現場的是黃梓華的支持者 馬上跟我們聊聊天 Dade吧 是 Dade拿著咪高峰 是 你喜歡了梓華多久 從我小時候開始看… 你現在也很小 你弄得這麼吹奔 對,我從小看《絕代雙鏡》時 就開始喜歡他 為何這麼小就這麼有味道 因為那時候是想看蛇絲萬 但… 我不小心看見他 對,然後被他吸引了 他吸引的地方 那時候你是小朋友 對 對 當時有一次意外 就是他在深水埗拍攝 我剛好有轉放學看到 你又轉過我 對,看到他拍攝 就被他拐大了 對,覺得這個人很私勤 哥哥 好,那一直都喜歡下去了 對 那有否叫你男朋友,一起喜歡 我沒有男朋友 可惜 就是他們的遺憾 這邊的Kennie 是 你喜歡梓華多久 我看男生女愛的時候喜歡他 現在喜歡一個人是可以量化的 量化的意思是甚麼 例如對剛才的電影 泛氣攻心,有人看超過一次嗎 看超過一次 也很多 超過兩次的呢 這些不夠多了 不夠多,大家要學習一下 我聽到有些人聽了幾十次 你們很幸運 上次我跟梓華聊天 沒有來到這裡 所以支持者沒辦法看到的真人 今天他就來到 稍後出來給大家多點掌聲 稍後上來 今晚的嘉賓 全部都在苦年大豐收 看看接下來套年他們的計劃 好,我們開始了 爆谷一周,馬上開始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谷德超 有請今晚的嘉賓 電影《毒涉大狀》的導演 吳偉倫先生 演員黃丹利、華Dee和黃子華 你好… 真好,這些真是捧場 連頭到連尾都看到你們 連頭到連尾 對,上次上來,大家的身分都不同 恭喜… 今天你是甚麼身分 你是我們的演員同事還是… 你這一分鐘是主持 再隔一、兩分鐘就交給你 可不可以交給你… 我先恭喜這幾位 你上次上來是編劇 梅艷芳的編劇 今天剛才已經做了導演 拍攝了第一部電影《毒涉大狀》 恭喜你 謝謝… 恭喜… Louis,上次上來是新人 做梅艷芳 是 現在上來已經獲得最佳新人獎 很多其他電影也發生了,對吧 恭喜你 謝謝… 好,Dee哥已經是Dee哥 是… 上次是Dee,這次已經是Dee哥 而且已經脫貧 是… Dee哥… 太好了 太好了… 過了明星生活,對吧 子華,好嗎 今年是大豐收 又是,又老了一歲了 對,又老了 而且我覺得電影《飯器公深》 真是票房數字那麼理想 舞台劇又那麼叫做 其實真的很好運 我今年因為主要不提及客觀的成績 我純粹接了幾個角色 最後禮物的舞台劇有一個好的角色 然後《飯器公深》的很好的角色 還有《毒舌大狀》很好的角色 你也知道好角色 其實你有時一輩子 也不知道能否遇到一個或兩個 你已經很好 我是… 一連串的經驗 一連串的做了三個 所以我現在有點害怕 運數會否已經融進了 又說不定是現在才開始 真的這樣不得了 不,湯雄雄60歲才創他人生票房 最高紀錄 我絕對是 對,即是去年他勝出 去年還是他贏 不是甚麼人、物人、Marvel 不是,是最高級人贏 最高級人 對,所以你可能剛開始 這個世界真的不知道 真的要身體好好才能 對,要好好保養 只是跑步 而且你這些全都不知道 即是看劇本 我會知道你懂得看劇本 你知道一個劇本是多好 但你不會知道是那麼好的 不知道的,不知道反應會那麼好 其實真的 《最後禮物》 只知道看完很有挑戰性 很辛苦,一定會死,完成了 不知道會出來 對觀眾的震撼那麼大 反應工心不用說了 竟然可以超越到 也是吳韋倫的作品 是 韓戰異,想都沒有想過 現在獨視又是 演戲時覺得很有趣 很有挑戰的角色 出來剪刀就不知道 這些都是交給天 交給天 天時地利人和 但已經很開心 已經可以接到這些角色 很…所以說很豐收 真的很豐收的一年 好,現在交給阿Dee 不,為甚麼 我很少做一集 可以這麼不做功課 我很少要做一集電影的介紹 我之前有機會看劇本 因為我有找演員,他找了我演員 現在交給你當主持 待會你訪問我們吧 好 歡迎來到爆高不周 我們身邊有一眾演員 爆高來導演 先恭喜你 我真的很純熟 對 這個主持真的很好 這個主持真的很英俊 很有禮貌 你會否跳舞 你會突然… 這個時候不如我們再問公道 很廣告 做爆高不周就經常 很少被人訪問 對 不如訪問一下你 很害怕 你在獨攝大狀的角色上 有甚麼挑戰性令你覺得很有趣 聲音也不一樣 那兩種東西真是… 這是哪種詩儀的藍本 是安德尊那種還是哪種 我也混在一起吧 好 混合 我的挑戰性在於… 導演找我做的 我覺得最大的吸引就是… 不是我平時做的 做的都是說 皮哥,你看現場有甚麼要做 要搞笑 這個他再三學著我 說不要搞笑 這是正經做的事 我就說很少能做到這類角色 那第二件事很好玩 第二件事就是要練習走路 因為我很少做有爭的鞋子 能夠穿拖鞋,我不會穿球鞋 能夠不穿鞋,我不會穿拖鞋 這套戲,由於我當律師 當老闆兼朋友 長期穿我三件衣服 兼穿皮鞋 我要習慣穿皮鞋,怎樣走路 就是人要穩一點 其實試造型那天 看到你穿上身也覺得變成別人 全身不聚在吧 你覺得全身不聚在嗎 我全身不聚在,我除了去喝 很少這樣 她喝也不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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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喝到是我的姐姐結婚的那種 才會這樣穿,朋友也不會 我忘了你拍戲時的頭髮 是否也是這樣 比較西裝 西裝戲 別吹得那麼多,但顏色一樣 但這樣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進入了電影 我完全…譬如現在我看 你這是很時尚的髮型 我當演戲時… 好像那些行家一樣 對 不覺得我當演戲時 即是覺得是一個律師的髮型 很厲害 這是他們的功勞 他們的造型師的功勞 有甚麼想知道嗎?主持 沒有,你怎麼看 那個年輕人叫何啟華 飾演太子這個角色 誰是何啟華 我覺得那個演員不錯 你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他還發財 今天就行了,謝謝 今天看到這裡完結 我當時看完那個劇本 我知道梓華做大廠 我第一句就問 誰做師爺 這個角色很厲害 這個角色可以做 然後他說Dee哥做 我說他發財了 真的應該每天請喝茶萬歲 其實你應該感謝現役的師爺 現役的師爺 因為其實開始量度過劇本時 我們印象中 通常師爺都是有些年紀 起碼四十多、五十歲 這次電影有個… 幸好有個顧問的大律師 來幫忙 我問他 我說師爺通常是怎樣的 他按了幾張照片給我看 第一個是一個很美女的ABC 立刻想起我了 立刻想起你 對 然後第二個 也是一個很英俊的年輕人 我問現在師爺這麼年輕 他說是,現在最紅的年輕人 我代他問,你問我吧 那你為何要找我 你做得不好 我失職,我只顧著聽聽 我想知道 其實因為… 你的角色,TK和我 其實我最初想起一件事 第一,因為也是在梓華身邊的好朋友 某些時候要跟梓華把喜感 所以第一時間就覺得 梓華身邊當然沒問題 反而另一件事 我覺得你以前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又 就是你現在越來越像 一個很提攜後輩的情緒 好… 我想說頭皮是他,這位後輩 所以… 他真的很早提攜我 他找我做外老拜仇 當時沒有人找我做演員 對… 很早就想認識他 我後來想起才記起外老拜仇 對… 我第一個導演 對… 當天找了梓華做反派 我很感激他 很好玩 那裡是很好玩的 很好玩 而且那種感覺 你跟我說的時候 也有一個… 想有一個人在梓華旁邊 真的有熟的感覺 對 這也是建立了 我們真的認識了久了 幾十年 對,我想很多人在旁邊的人 有些人放在梓華旁邊 會有一種很尊敬的梓華 對 但你不想… 因為熟的朋友就有朋友 所以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開始拍攝時他就是這樣 是嗎 是的,很昂貴 我就盡量不用這兩個字 其實你跟Rancy都是 有一點而戰戰經經的 過磚多了 對 尊重了 拍攝了兩、三天 我也跟阿Dee說 我記得有天在醫院拍攝醫院 我跟阿Dee說 不用這麼緊張 他扔甚麼來就扔甚麼過去 然後再跟阿Dee說 你的刺激味道別欠缺少許… 隔著鎮才會回應他 其實阿Dee很快 其實拍攝了三、四組 就好像沒有這種感覺 他不是出於尊敬的 而是因為他有很多工作在身 你不是只拍攝我們電影 ERROR有這麼多東西 真是忙得癡癢 人家正所謂… 他沒有精神 我幫你練武了,好嗎 好… 你會給我 要給我 你不知道… 唯有這次也要,來吧 因為阿Dee…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在舊北九龍財管署 他是肚子 對,有一天 最初就是… 臉都青 對,副導師跟我說 阿Dee今天不舒服 我說怎樣?又是否嚴重 然後我馬上去化妝間看他 在修理? 不是 在修理 差不多了 我這個樣子差不多了 今天我看見他在修理 然後我說… 你怎樣? 然後他轉向我看著我 就像喪屍一樣 我問你這樣做不成功 你無論如何去醫院打針 有甚麼都好 他還堅持說不要,免得等他去 但不是的,你拍拍一下… 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就逼他去醫院 然後回來就好了,沒事了 我完全沒試過這樣拍到一半進醫院 你是因為甚麼?心理壓力 還是那天真的吃了甚麼 早上吃麻辣補 我記得了 我是因為吃了甚麼 因為你喝了一杯咖啡 對 因為前一天喝了一杯 放了很久的有奶的咖啡 曬了很久 這樣可以被太陽猛烈自尖 對,我一喝他們已經停止我 我都看不著 別喝了 這樣已經喝了 那很浪費 自殺… 自殺式的 第二天就… 好東西了,很醜 Louis,你拍攝這套 你會知道是芷華做的嗎 那時導演有跟我說過 你有甚麼準備功夫嗎 用她那句話,有否搖底 搖底? 我是很期待和很興奮 是 因為真的… 有這樣的組合 而且可以是… 芷華臣幫我辯護 是 當中還有一些場合 到拍攝的時候 有些位置簡直在那張桌上… 你經常罵她 對 由頭罵她也會進來 要受我 看這一場就是… 還要受我 由頭罵也會進來 對,真是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很棒 很棒 沒想過有這樣的體驗 當然一剪機,我也有很恭敬 對 但是… 因為她恭敬的特別覺 原本是有這樣的 撕避車 因為現在很難搖成尺 視線相差很遠 但很好玩 很好玩,對 上次你上來,我們說梅艷芳 人家已經透露了你會拍攝這部電影 當時你提了這部電影的故事 都顧了兩句說話 你說是兩個人的故事 一個是摧毀了別人的一家 一個是摧毀了對方的一生 怎樣也不像是賀碎片的電影 是一個電影題材 是 今天給你一個機會 究竟《讀事大廠》是甚麼電影 你們覺得是喜劇嗎 看過那些宣傳片 挺喜愛的 挺喜愛的 對,挺喜愛的 很適合我 對 原來我這麼浮誇的演繹 你們將會非常驚喜 正常看的時候 給你機會證明一下 這部電影究竟《讀事大廠》 是甚麼類型的電影 首先說,其實不是一部喜劇 因為最主要… 挺不好意思 因為一直誤導大家去當作喜劇 現在是很不好意思的 因為… 趁機會說,要的 因為最主要是拍攝的時候 還未知道何時上場 是 也沒有提及過說他有賀碎片 多虧黃子華先生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為何拍攝就要賀碎片 就是賀碎片 為何要浪費你,不然出去 真是擔當你 可以,現在沒有舞獅、舞龍 就不拍攝 沒你的頭 你聽到以前的舞獅 有黃子華的頭 過年就是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天意 因為通常慣常的賀碎片 都是開開心心、嘻嘻 其實都是想給人一個 新精頭,有一個好的開始 很像這樣的感覺 其實又真的剛好 獨自大狀 看到最後 我覺得觀眾會有一個很熱血的感覺 會… 大家都知道明年會有很多挑戰 各樣問題 經濟問題,甚麼都可以 社會、世界 我因為獨自大狀的戲名 我自己有另一個名字 我會稱為… 法律合 羅名 羅名 羅名… 對,羅名 對我來說,因為他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很有合氣 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看完新年是另一種感覺 就是你看完戲 例如我們一般的賀碎片 就是你要覺得很開心地離場 總之有一種很正確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好氣長全地離場 有一種好氣、合氣 是勇往直前的感覺 對 有種體驗同步的感覺 還有希望… 對 還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剛才剛才說天意 放在賀碎檔 是會拿到這種感覺離場 而迎接未來新一年的新挑戰 我覺得其實很適合 將它變成賀碎片 原本拍攝不是賀碎片 現在變成賀碎片 有甚麼需要改動嗎 需要大家打打打官司 突然對著… 恭喜… 規伐財、罰官 幸好老闆放過我 不用做一件事 對,最後大家就在這裡 神經病不好 對 有很多人衝進法庭 不停… 太利是事,有些嗎 幸好 不用 不在真正的電影裡 但是… 彩蛋 當然,新蒸頭也會… 大家放在那裡 其實現在真的無所謂 以往甚麼叫賀碎片 你從小到大,你覺得甚麼是賀碎片 賀碎片 就是我看完後覺得… 齊齊整整開開心心 然後是一個氣氛 如果你問我喜歡看甚麼賀碎片 我覺得每年都會 自己沒有開來看 都會身邊的人開來看 你就是叮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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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也是 一定會無緣無故開來看 Louis,你覺得賀碎片有甚麼 賀碎片的元素 一定會有 我覺得氣氛很重要 而且要帶有一個很愉快的氣氛 我小時候經常看《家有喜事》 1992年那個 即是第一套 對,家裡會播放 或者電視也會重播 或者人們也會自己在這裡做 對… 小朋友在自己熱撻,再反轉 恭喜… 對,那種感覺 而且有時會看到正戲、正劇的演員 做搞笑也很好笑 大明星 對,大明星去做,原來也很好笑 以往賀碎片的元素 其實每幾年都會變成一次 有一段時間 陳和新和以東升 搞過一套吸毒賀碎 那一部很厲害 門徒 我記得當我們知道門徒竟然是賀碎片 大家都… 整班吃海樂已經是賀碎片 但我很佩服以先生的膽識 是 因為他…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第一部 不是很嘻哈的戲 用來做賀碎片 但我很多年前已經是這樣的感覺 你知道香港的賀碎片 不是像現在,是真的龍爭虎鬥 每年都爭取得有龍爭 雙爭一成 對,真的有一堆 然後是你死我活 我經常覺得 為何大家要這麼有競爭性 我經常覺得不是 新年是甚麼 有點像警察跟你說 現在不是事必要你看 但新年了,你自己決定是否看 新年是一定要看的 我不管是甚麼戲,只要是好看的戲 我覺得大家… 其實我新年是預料48小時看電影 你一套雙周一龍,三套就好嗎 我還剩下28小時找電影看 我覺得只要你的電影是好看的 其實在新年大家是很寬鬆的 對看電影的標準 慾望是很高的 只要你好看,我不管你吸毒也好 當然,她的最深入 那一套戲不是叫大家吸毒的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在那裡 是說她的不好處 對,以為前幾年攝聽風雲 她是一堆喜劇片 反而攝聽風雲是拍攝的第一 只要是那一套戲的質素 我覺得大家其實不太介意 在新年漫漫年初一至七 又沒有工作 對,除了賭錢,又沒有工作 身家也輸完了,對吧 如果你是要賭的話 我覺得是… 只要是質素很好的電影 我覺得應該可以 芷華這次 跟三位新人… 三位都是新人 你對三位新人有甚麼評語 先導演吧 首先導演吧 對,導演 首先,其實導演不是新的 在這個圈裡 再浮再沉了也有十多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對吧 整二十多年了 寫過很多很好的劇本 但劇本在編劇方面 真的有很多出色作品 你說幾套出名的劇本 電影讓大家知道更多 就是知道她不是… 她真的不是一個新人 不是 對上一部梅艷芳 梅艷芳… 對上一部梅艷芳 韓戰二… 再早前一點就是激戰 激戰,對吧 就是善人、證人 對,她是硬派導演 我會形容Jack 她剛才…她跟陳榮生很友善 她們是師兄弟 不是師兄弟,只是… 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同班的 總之你看見她們倆平日很好的 分別都是 一坐在那邊,為何你們兩個 會變成這麼爛口 她們是出你朋友的那一隻 總之一見到兩個人 就會不斷這麼爛口 她們是很友善的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經常形容我 我說Sunny是一個… 你出了一系… 其實現在出了一系的香港喜劇 Sunny代表了派人 而這些派人暫時只有你 就是一種很溫暖的喜劇 我會視為一種比較溫柔的太極派 這就是大勝劈掛的 剛才剛才… 她們倆兄弟… 她們是原唱的一派 很硬的 她整部電影都沒有甚麼動作 你只會看她的大家爭吵 看見監等,諸如此類 你看完後,為何這麼暴力 這部電影明明沒甚麼血 總是好像很多動作 很多暴力 她的骨頭就是一種… 流著這種血 硬漢牌的 你不當她是張家輝、謝霆峰 叫她在街上跑 有的,我不是拍了一場 對 因為其實… 張家輝,我說拍了她的劇本 沒有一分好肉 沒有一分好肉 全部都不是一分 我也是打算做律師這次 因為找找陣陣 對,做到西裝 她怎知道這場跑得很厲害 我也有的 有跑得很厲害 還有一場… 有一場,所以我拍了那場 我才知道我真的… 我自己的血液裡… 我全都肥膚了 就是拍了一場… 因為林涼水的角色 她在旺角開了一間 很囂張的律師樓 有一場戲是有一群黑社會來尋仇 她那場就被人打 打到頭部去了 無端端的 你一爆撞 拍了頭部 你筆下的林涼水 寫的是梓華,到拍攝機 梓華真是演出 跟你想像中的有否出入 其實有 因為我還沒想像到 她正正經經演出一位大律師 在法庭上的樣子 我還沒想像過 我還記得當時我決定了 要找梓華演 我即時打電話給陳明生 說梓華,拍完後你犯了我 其實她認真演戲可以嗎 我也私底下哭了 然後新鳥堂就說她很棒 因為剛好我打電話給她的 就是拍攝露台的一場 她說她真的可以 沒有人知道那場戲有多難 因為導演很壞 我最怕你會當導演 她寫露台的一場 我常見到貓貓貓 她寫得怎樣 說到那一句 眼淚滴下來 作為一位演員看到這些 你知道那種恐怖感嗎 最恐怖的是這五個字 就是眼淚滴下來 為何我會… 說到那一句 因為我原先… 這場戲後來剪輯了 原先有一場戲 第一、二稿劇本應該有 就是在車房 你又是情緒激動 最熱 然後你的好朋友 當天也是寶怡來找你 寶怡一直跟你說話 我簡直不是要你眼淚滴下來 我要你扭在眼上 眼淚扭… 下次我會很融複跟導演說 你們明明演員的活動 千萬別寫這些 寫到那句眼淚滴下來 或者眼中琴著眼淚 說到只有一句滴下來 真的,口水就可以 說說另外兩位新人 Louise,你覺得如何 Louise…我覺得… 其實不只是Louise 這個很強的感覺 就是我們有幾位新的演員 對我來說是年輕的演員 今天所有人對我來說都很厲害 突然間今年是這樣 小雯,外面前幕後也很少 那些人這麼年輕 現在這兩年… 沒關係 他們一定是年輕的 對,一定不用加年輕的演員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他們演出的機會不多 對… 例如Louise也是演出一部電影 阿Dee也是 阿Dee真正演戲的機會不多 但他很想演戲 可能…我不知道是ViuTV 你們不知道 他的最大的野心 他不斷跟我說 可能你們不客氣 其實我是想演繪園表演 我最討厭演戲 對,我只想演繪園表演 他跟我說 我最想演戲 這是我的人生的目標 甚至Rency 而他們都非常投入 我感覺到他們的野心和動力 真的很大 他們非常尊重 他們正在演繪園表演 例如Lou 他作為一個監等 從頭到尾沒有化妝 只會是化醜他 或者他進入… 例如我第一次見到他 被他罵的狀態 在犯人的囚室裡走出來 在會客室裡 他整個感覺是很投入感 即使阿Dee 我第一次見到他作為師爺 尊敬阿Sai 尊敬阿Sai 你會感覺到他… 我… 我不熟悉了,對不起 我不是… 當時還沒進去 我沒有說對不起 很高功,我知道我下一個很重 我當然要補貨 但我第一次見到他 他當那個師爺 我感覺到他不是進來玩玩 他有一套想法在後面 這個師爺 我是感覺到的 Renzi今天沒有來 Renzi做完一大段官司 做完之後哭了一小時 我壓力和很長的對白 花了很多苦心 你會感覺到他們年輕的一輩子 他們很尊敬電影 很尊重電影 很熱愛 而且很嚮往電影 這個大銀幕 我想你們小時候 見過這個大銀幕的魔力 對你們有多大 所以你覺得自己在大銀幕裡 很玩笑 我親眼目睹他 我們有一次也報告 每個星期那次做特輯 有杜奇峰導演 他也在現場 你記得嗎 你在現場 你千方杜奇峰導演 他在這裡 千方八計 你一邊慢慢向杜奇峰導演 旁邊游過去 終於騙到他下手 很開心 你看看 我記得 杜奇峰那天 對,杜奇峰導演 那天突然騙我的手 對,他突然騙你的手 我不知道是甚麼事 總之我看到他一直慢慢… 猜到他… 杜奇峰騙你的手 突然… 杜奇峰又在你身上 只是站在附近拍照而已 開心一下 誰知道他突然給我 可以相信你手上 可能杜奇峰感覺到你 對,感覺到你的氣 直接跟你騙走,別煩了 別煩了,就這樣吧 今年Dee也參與了幾個重要的項目 你有拍攝金手指,對吧 對… 金手指中有誰跟你合作 我是梁朝偉的主持 梁朝偉 一定主動跟你握手 對… 好 你跟幾位一線男演員合作過 你覺得紫懷屬於哪一種演員 你跟他這次合作後 你覺得他的分別… 對,你們小心點 導演很高功勵 其實我剛才也想說 導演說我們的新人 來到現場戰戰兢兢 梁朝偉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覺得他感受到我們戰戰兢兢 他感受到我們… 其實我應該坐在這裡 對,我是坐在這裡的狀態 然後他很主動地跟我們… 我主動馬尼亞手 我一直越來越接近你 他… 他跟你們相親 對,他令我們很舒服 先讓我們放下 放鬆一點,你們也要演出 你們也要放鬆 我們聊聊聊天 分享不同的事情 很容易帶我們進入一個… 好,現在我們都覺得 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地方 我個人沒有那麼擔心 然後就可以安心去做表演 這件事…我會否得罪人 不會的,你說一些不好的例子 梁朝偉是不會的 他真的未必會跟我們… 轉動跟我們聊天 是否都說錯了 但他很專心自己的事 他有自己的演出 他又是另一款 對,另一款 其實我跟其他前輩合作 我… 不,梁朝偉和我… 當年我新演員拍戲 你跟我有很多東西說 可能他會感覺到你的威脅 你們兩個人的樣子 你跟威仔說 哭… 他會感覺到那種威脅 我想像是你這樣說 否則我會想到別的介紹 這個有點膽 像是… 所以沒有跟你特別去握手 我…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如果我將來在某個位置 有些新演員會跟我拍戲 我覺得我是要拿紫華神的態度 去跟大家吹奏 我想谷導演 我想我們也有這種… 我想你一定有 你近這幾年 我經常說你要普渡眾生 我今天臨出門口 先看你教那群… 黃占 占叔那群 對,做成一群… 早安 早安 我想我跟你也會感覺到 我們已經是另一脫人 如果我們自己… 我這樣坐在一旁 真的… 我們跟所有人都不用交往了 根本也沒有人敢過來 偷偷騙你的手 真的… 你不主動一點就沒有了 你不主動一點就沒有了 而且大家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當日我看到的 無論是凡理工心 還有…大家都一樣 都越不少 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尊敬 你感受到 不知道是尊敬你 還是嫌疑你甚麼 總之你會覺得 有一個距離真的很軟 如果我不做了一些事 去軟化這件事 其實對電影也沒有幫助 或者不要說電影 那麼有前途的人 你去認識一下他們 也是很值得的 要學習一下 所以很感謝你們侵我們玩 很高功 不是,我是說真的 有的… 有團侵 還有你有見識到他們 應援團的威力嗎 真的見識到 對,真的不同了 現在的應援團 以前我們也拍過張國榮哥哥 他們也有很多擁擠 他們的擁擠跟他們 現在這群人是不同的 不是,他們的擁擠… 我很記得了 哥哥,你別說了 阿姐而已,阿姐最厲害 因為有天我看到她的擁擠 她說… 誰的阿姐,Lisa姐… Lisa姐 她是一個支持者 她就是… 阿姐新搬家 她的廚房和廁所都是我替她擁擠的 行了,你不用擔心 阿姐 真的替你從地板拆掉 她改了,替你擁擠好 但他們會針對她 我還記得她說 不是的,我只是加英哥… 不是,加英表演時 我除了給阿姐燕窩 我也給加英一碗 但她只是對加英和阿姐 現在他們不是 我真的很主動問她 又是很主動不能吃 我真的問她,我問她 問阿Dee 你們聽說是否可以要求叫食物來吃 可以點東西 我問她是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她馬上示範了 她真的… 這件裝置還可以 即是來 這麼好 即是來 一個裝置… 參與寫完名字 是寫完名字的 對 全隊伍都有的 為甚麼… 很感動 幸好我更主動 真的沒有東西吃 為何他們可以這麼… 我用這個詞,這麼愛你們 也愛我們 教導有方 我們是烏的 我想他們有很強烈的 愛烏及烏的意識 對 他們有很好的 那些是甚麼?管理 他們的統籌能力也很強 威演場有100多人 對 他們真的… 這些是吃雞、魚、飲食 沒有咖啡、酒塘 他們都是搞得一清二楚 沒錯,其實我背後也吃了不少壓力 其實他們也辛苦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同一時間又在追求追星 而且他叫來那些食物 不是… 好,我捧阿Dee 你要吃東西,好,放下5000元 不是的 他們說,這間店我沒見過 有這種奶茶嗎 這間店是甚麼 即是你會馬上記錄 他會覺得有這麼好的東西 這間店 我真的像一個套餐一樣 他們試過,如果有毒 他們也會先吃 五盒針有毒 是否才吃 即是那種照顧入眉 不得之療 這就是你的原動力 你也要… 其實你今天打筆腳已經不休 其實我相信你會養成一輩子 這樣嗎 既然大哥說到… 來吧,拿一根棍子 但你也要努力做好 令他們喜歡你,覺得他們有面子 沒錯… 我喜歡他們是我的味道 對得起他們要 對…你也要努力,對吧 繼續把握 接下來有些好機會 我們問問後面的一群 梓華的湧蹬 你們來之前有些問題 我們先問問你 這位…找這位字很漂亮 曉君表妹,哪位曉君表妹 曉君表妹 曉君表妹,曉君表妹 是 你問的問題是甚麼 我問…想問梓華 如果要跟毒舌大狀其中一位演員 留在荒島一個月 你會選誰和為甚麼 一個月 你結婚後,我不會給你麻煩 謝謝你 他一定不會只有他一個 他一定會帶上女兒 對… 一定不是我的 那裡有影迴羅 所以… 那邊有很多東西吃 荒島有影迴羅 我會說 沒辦法,因為… 對,真的… 我想是荒島有影迴羅 他很厲害,你叫他跳得沒辦法 悶就認識 他表演了數次 我們一群人都覺得悶悶 怎樣說吧 姜濤的轉身 頭髮 他會示範一次給你看看 對 他真的跳得很好 對,他真的認識 他真的有很大隻 他真的很穩固 很厲害 好,吉祥,可否幫他送一份禮物 給他表妹 謝謝你 是否很開心 別更開心,他跟我去荒島 他跟我去荒島,答應了 好,第二個問題,Toy Toy 想問阿Dee 問阿Dee? 對 但我都說是有… 有點重感受到暗勇 這麼簡單,但怎會這麼年輕的粉絲 我想問阿Dee 你有否期待將來的電影中 可能跟對手、女演員 有些親密的鏡頭 例如芷華在反氣攻心中 跟照片的下半部份 下半部份? 我想說,接下來有一部劇 是會有出襪鏡頭的 是嗎 但又沒有出襪鏡頭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 我記得在拍戲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過拍親熱氣的問題 其實我們男演員是很尷尬的 拍親熱氣時… 女演員也很尷尬 很尷尬 但在那種情況下 很多時候女演員反而會主動跟你說 哪些可以碰到或哪些不碰到 她會說我可以 但男演員很容易… 總之是性變問題 我相信男演員會明白 男演員一定想甚麼都碰到 對… 你有沒有說哪些不碰到 對,所以是… 假的… 你問我期望嗎 我真的不太期望 你還是跟她說,我可以碰到 對男演員來說是一個好工作 那你拍攝了甚麼 那部電影拍攝了,其實只是親熱 有甚麼可以碰到或不碰到 沒有,總之是我的部分全都可以碰到 隨便碰到 我的部分盡量不碰 大家說甚麼可以碰到或甚麼不碰 有做事前,大家說要擦牙 先洗澡嗎 其實有的,也說我這場戲要疼你 你自己…如果我這樣抱著你親愛 還是就這樣捉住你的手親愛 還是怎樣 每樣試一次 我覺得… 其實真的試了很久 原來感覺挺奇怪的 我會覺得… 那位演員之前是否熟熟的 不熟熟的… 還是第一次合作 雖然熟熟也不行 剛才我記得你之前問我的支持者 他在深水埗見過我 在幼稚園的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那天你知道我做甚麼嗎 我記得我有一場戲在深水埗 是否真相大白的幼稚園 真相大白,就是跟蛇絲曼做的 我們那天在深水埗 當街當巷 中間有一個安全島 比較大的三角形 突然導演說 子華,待會拍攝那場 就是你們倆 狂熱接吻的那場戲 阿奇林在那裡 我說甚麼 剛才煩你 真是煩你攻勢 你突然間… 你這個煞辣告訴我 一會兒…類似是半小時後 我們就在那裡 就在欄杠旁邊 那裡是車房 這裡就是沈買完菜 你便來 我跟蛇很熟悉 沒有試過要跟牠接吻 這完全是一件事 你突然間… 半小時後就要跟牠接吻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立即在半小時 在哪裡可以買牙刷 先刷牙刷 真的很尷尬 然後接吻 很多阿傑在身邊買東西 你明白嗎 空階也是人牙… 其實真的很困難 Louis,你還沒拍過親熱戲嗎 我是親愛的 Anita那部戲也有三段關係 所以有一、兩位要親愛的 親愛而已 對,但未去到… 再刺熱一點 滾床單 對,有些滾床單 準備好滾床單了嗎 你還在家裡有兩位要輔導 對,但演員也不同 我覺得也要看角色、劇本 看那件事是否適合 他當然會告訴你對的 你會… 會引導我 說這麼困難,是否不適合 不過你照樣做吧 我們這一套也沒有 我相信Jack也會引導我去… 不是滾床單,但… 因為他很有說服力 所以他經常說你這樣做 然後其實他會說得很有道理 令我很相信 但我們沒有這一套 沒有,Jack,我完全不適合道理 我都會照樣做 對 因為導演叫我做,我就會做 總之… 我也是這樣 你兩位就當場的職位 就是他們兩位用色戒的尺度 然後你問我為何要做 沒有道理 不夠英文吧 多給點吧 阿B幫我送禮物給朋友,好嗎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接下來的朋友叫Dada 我給Dada,麻煩你 Dada的字都漂亮 謝謝 梓華,我很喜歡你 我要先試個愛 英文是怎樣 太好了,謝謝… 收起來… 因為太愛你了 很想每晚都看到你 你會否拍電視劇 看看Jack導演 電視劇其實是… 我不敢說完全不會 但問題是因為電視劇 我習慣拍的那種是真的很辛苦的 到現在我們隨便說出來 我的時間比是06、28 很多人聽完都聽不懂 06、28即是不用睡覺 即是不睡覺 以前我拍劇 我每次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有一種恐懼是從心底裡恐懼 有一種寒意的 我想我未來這三個月都不睡覺 那種恐懼是很大的 但如果你說不是 變成那種工作形式 每天只要回覆八小時 早上九晚五時 早上九晚五時 現在有應換,放心 其實是可以… 有適當的劇本 說來說去,最重要的是 劇本的角色是否引誘有那麼大 所以有機會 是 你們集戲吧 準備應換,好嗎 好,只有芷華送禮物給你 或者不是你同一部電影 不停每晚看都可以 謝謝… 好,接著是Cody 你好,我也很喜歡你 我知道可以來之後 我就睡不著了 對,我想問你會否破戒 再開這個棟篤笑 其實真的有一句話 叫做永遠說永遠 我一直都說 其實我真的在棟篤笑退休了 但是… 有時不時也會… 晚上睡不著 有一剎那又會… 這個笑話也值得說一下 或者在這個方向想一想也挺有趣 是否有這種誘惑的 的而且確 看看何時的誘惑 有時大到自己也無法抵抗 還是有希望的 好,今天要給禮物,麻煩你 謝謝你還有這樣的盼望 謝謝… 現在是COVID,對吧 如果你想關心身邊的朋友 你就跟他說一句 你老毛嗎 好嗎 但認識後仍然變得更壞 認識後… 更囂張 認識你